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睇個大陸經濟新聞, 說電動車的電池業開始取代網絡, 還會成為中國經濟成長新引擎, 到底為何呢? 我們一齊看看, 根據華爾街日報在5號報道, 過去十年網絡巨頭推動中國科技經濟發展主力, 但現在電動車及電池業吸引投資者及人才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中國政府在過去十年向消費者發放補貼及制定清潔能源政策, 推動電動汽車業發展,令中國成為全球最大電動車市場。 去到2022年中國所銷售的新車入面每四架就是一架純電動汽車或是插電運動車, 幾乎所有產品都是由中國品牌或是美國汽車製造商Tesla所生產的, 而Tesla全球最大工廠現在在上海, 分析師預測2030年電動汽車在中國新車銷售額是會去到80%。 報道又說到, 比亞迪、韋來集團、一利汽車旗下的中國品牌在德國、日本及墨西哥的經銷店已經開始賺錢, 而寧德時代及國軒高科等電池製造商亦得到全球訂單和在歐洲及美國擴大業務。 有投資機構的數據顯示,包括電池製造商在內的中國電動車相關初創企業在2022年已經得到152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是創了行業入面的最高紀錄。 相反,2022年中國網路的初創企業的融資額相較2018年的高峰下跌了84% 只有58億美元,而外國汽車製造商及蔡力紅口財富基金亦都已注意到中國電動車行業。 德國福士汽車7月份以7億美元收購了大陸電動汽車製造商小鵬汽車5%的股份, 共同開發面向中國市場的汽車。 而6月份,阿布澤比政府管理的一個基金投資7億美元入股了蔚來集團, 通過向綠色產業轉型、比亞迪、寧德時代等等巨頭已經是晉身中國最重要、市值最高的民營企業。 而這個報道亦都講道,中國同時在今年是已經取代了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主要亦都得益於俄羅斯的需求、電動車的需求飆升。 而汽車和電池出口是保持著增長的,這一點對中國的經濟非常之重要, 因爲它們是可以幫手解決失業問題的,去到今年6月的12個月裏面, 比亞迪的員工人數增加了50%以上達到63萬人, 而為了擴大規模電動車行業開始出高的工資向網路公司劃角。 上一集都講過中國的汽車就會分歐洲的大餅市場。 其實按照現在的趨勢,很有可能過多20年左右中國汽車會成為這一個市場上其中一個比較出口大的國家, 因爲它已經是慢慢湧向其他市場。 如果我講的是2000年左右,這件事真是想都不敢想。 但是這些汽車出口到底又可以頂到多久呢? 對於全國的經濟來講是可以有幾大幫助呢? 因爲現在你看到地產業、網路行業、還有消費的市場也是一般的。 可能就GDP會因爲現在這一個電動車市場而做到靚靚仔仔了, 但實際上亦都要看回真實情況。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